我叫王芳 我和我弟弟一起找我爸爸和妈妈 我妈妈带着我和弟弟 一起到外婆家里去的 被人放在拐卖了 为什么我自己的父母 我自己不知道 他的名字不知道叫什么 因为我没见过 有请 我腿不好不站起来了 您老师好 哥哥妹妹 我姐姐 姐姐还是弟弟 亲兄妹 亲兄妹 找谁啊妹妹 我找父亲 我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起 到外婆家里去 我妈说坐车 我妈就问 这是不是到清水去的车 车上没人说是的 我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起 就上了车 上了车坐了多久吗 我也不清楚了 但是我妈妈说好下车了 我说那好嘛 那我跟我妈妈和弟弟一起下车 我妈说 哎呀不对嘛 这里不是清水嘛 但是她还跟着你走了 你俩没跟着走 也跟着走了 那个本来是个人犯是吗 把我们三个卖给另外一个人了嘛 就这样子 给你妈妈一块 而且妈妈一块嘛 就这样卖给她了嘛 但是卖过以后嘛 那个人家 买我们这家里呢 本来是想买一个女的嘛 你看嘛 还带个小孩 他就不高兴了 他虐待我弟弟 那个 他说你想不想给你妈妈呀 那我弟弟就说 我弟弟那时候不会说话嘛 很小的 还抱在怀里的 但是他就哭 一说让他跟我妈妈一起过去睡呢 那我弟就不哭了 我弟弟就爬过去 刚爬到中间嘛 他就开始 那个人在买我们那家里 就开始打我弟弟 我打了好久光 我弟在那玩玩哭 他说你想跟你妈妈睡 别想了 我说妈妈 我说 这样子不行的 我说 我说我要找我爸爸去 我妈说 白天 趁他晚上趁他不在的时候 我带着你们逃 他是搞粉丝的 看他晚上去搞粉丝的 我妈妈带着我们就跑了 我们前面没跑多长时间 他就开始拿着手电筒 和火码一起追我们 我妈说 你快来跑 你跑快他就追不到了 我那时候只有四五岁 能跑多快啊 我弟弟我妈妈抱着怀里跑 我拉着我妈妈的衣服跑 也不能跑了多久 我感觉走了一天好像是 刚好走到我们这个养父家里去了 我就听他们说 老张刚好没有老婆 没有孩子嘛 给他正好做老婆和儿子 什么都有了 很不错找到养父家 那时候是本来是 也不是说误打误打状 撞他家去 到现在这个养父养母家的时候 实际上是误打误创 就是跑的时候跑到他们家了 跑到那个村庄上去了 然后被他们收留了 是 他家有孩子吗 没有啊 他也没结婚吧 没结婚 他就想把他妈那个留下 我妈跑了 你妈妈没待多久就又跑了 又走了 他把你们俩放下 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了 晚上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那时候小妹妹叫莉莉嘛 我北明嘛 他说莉莉 你晚饭要不 12点过了吧 你要不要吃饭啊 回来 走他自己走了 走了再没回来 再没回来 这有多少年了 有20年了 你现在就找这个妈妈 我现在妈妈也找爸爸也找 你妈妈走的时候 你觉得妈妈神经正常吗 我觉得吧 真的不正常 就是不大正常嘛 不大正常 从家里走的时候就不正常 还是路上 走我们老家里 山西走的时候正常的 走的时候正常的 走的时候正常的 后来奔波受刺激 对不正常 不太正常了 是的 就不太正常了嘛 我到十多岁的时候 我这个村庄的人 跟我说过 就说我妈妈以前来的时候 被人家灌了那 吃了那种迷魂药 被拐这个过程中吧 可能给他下了药了 之后等到他到那家 他清醒了之后 他才能带到孩子逃 但是逃了之后 可能这个经历 对于他来说 还是有刺激 最后他精神 可能又出现一些问题 他这个拐骗妇女的手段 主要是拐骗 骗走之后 然后如果受害人发觉 他会暴力控制 在运输过程中 有可能会给吃一些安眠药 但是一般情况下 是就是暴力控制 妈妈从养父家 不辞而别后 只留下年幼的王芳和弟弟 在养父家生活 王芳小小年纪 就得给全家人做饭 还要兼顾地里的农活 性格孤僻的养父 还经常打骂他 但是 无论有多艰难 王芳都没想过 要离开这个家 离开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弟弟 其实他们还算幸运 不管怎么样 苦是苦 但是一直姐姐领着弟弟 没分开过 特别难得的就是 始终姐弟是在一起 就是不管外面的人眼光怎么样 这姐弟是在一起 姐姐永远护着弟弟 我觉得 这其实挺难得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 可能在你们的成长当中 父母是缺失的 但是 姐弟能够在一起 总算能够共亢 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对 你们俩有相依为命的感觉吗 有 有 站起来吧孩子 来看看大门里 或者双双都在 或者都不在 我们是经历过苦难的人 想好了啊 对 领着弟弟 来 相依为命 还往前走着 可能就要走到一生了 对 大家给你们鼓掌 给你们力量 给你们温暖 给你们爱 赵老师说了 勇敢地往前走 我说妈妈 我这样子不行 我说我要找我爸爸去 为什么我自己的父母 我自己不知道 她的名字不是叫什么 因为我没见过 准备好 准备好了吧 弟弟妹妹 妈妈也走 爸爸也走 准备好了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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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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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弟弟妹妹 给我们介绍一下 怎么又多出一个小伙子 来 这位肯定是爸爸 没错 来 领着爸爸来 这闺女多像爸爸 这个是老几啊 他们老三 老三 是妈妈走了以后 还走之前就有了 她回来 妈妈又回来了过 回来一回 妈妈回过 你看她都不知道 回来了 从你那儿走了 就回来 回来又生了一个 生了她 妈妈又待了几年 待了两三 三四年了 算了还有一个 那后来你说 妈妈走的时候 又带走一个孩子 现在带走了一个孩子 不知去向 这个孩子是老四吗 老四 男孩女孩 男孩 也是男孩 又带走了一个老四 也就是说 妈妈又生了一个 比她小几岁 比她小三岁吗 四岁 现在就你和这个 老三生活在一起 生活 妈妈精神上 有没有问题 哎呀 她高兴了 她就在家 不高兴 她就走了 那精神上 还是有点问题 对 哦 那就等于你把这个 老三带大的 哦 哦 哦 她回到家里去 没告诉儿女哪去了 从都不说 不说 哦 你也不问 我问了她不知道 又不是次 没想到能找到 这俩孩子吧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我就做 好像是做梦呀 今天满意吗 今天 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真没想到 医生里边没有这么高兴的事 那支持孩子继续把老伴能找回来 这个 还有老四呢 把老四也找回来 你家就团圆了 这我要争取 争取要找到 好 领着爸爸 弟弟 回家吧 妹妹不准哭了 也算幸福了 不错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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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王莉莉 你叫王亮亮 老三叫王 王王 还有个老四叫 王文海 我一直要找到 我老婆 我老四 我老四 好 好